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习近平拒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新书离世报发表评论指出 上海封城导致的混乱场面 毫无掩饰地显示出了专制政权的疯狂 也暴露出了中国的清零政策的种种弊端 这篇题为奥密克戎毁了习近平的 抗议战机的评论就写道 习近平仍坚持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奥密克戎在中国造成大量死亡病例 那因为今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 他希望打破领导人任期上线继续当政 有鉴于此 他也只能继续沿用过时而严苛的防疫手段了 那全盘封锁群体检测 一旦发现阳性 立即送去集中隔离 只有转阴之后 当事人才能离开人满为患的隔离中心 那如此隔离 患者病情加重的风险极高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 放弃清零政策等同于承认自己的失败 等于承认自己并不是一贯正确 要知道早在2020年习近平就已经宣布 中国战胜了新冠疫情 并以此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要比西方更有优势 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示 清零政策也给习近平本人带来了政治风险 因为面对奥密克戎 清零政策难以奏效 因为这种变异毒株的潜伏期很短 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尚未来得及被检测 就已经开始传播病毒了 那评论作者凯特林就指出 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代价越来越高 以至于中国总理李克强都已对超预期变化提出警告 民间的不解和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升温 评论最后就写到 上海的混乱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至少在香港疫情失控之后 就应当加强预防措施 比如对老年人群体施打疫苗加强剂 那迄今为止更为有效的辉瑞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 仍未获得中国批准 而在此前 中国官媒曾发起针对外国MRNA疫苗的宣传攻势 宣称这一类疫苗造成了死亡事件 中国医疗资源的不足也在疫情中暴露无遗 这一点在中国乡村优为明显 即便是在城市里人们无论得到什么病 通常都会选择去医院 提前缴费 长时间排队后诊 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那虽然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了家庭医生试点 但这一常试仍处于初级阶段 但习近平显然不愿意去改变这一类的制度性弊端 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做法 他要继续坚持清零政策 任何批评意见都会遭到扼杀 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提前修建大规模隔离中心 世界各国开始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之际 中国的封城狂热仍看不到尽头 那世贸组织周二就下调了对2022年全球贸易的预估 除了俄乌战争之外 新冠疫情在中国死灰复燃 也被视为是影响全球贸易的重大因素 法兰克福汇报就写到 中国的清零式防疫政策 也给世界经济造成了额外的压力 北京咨询公司GIFCO发布的一项调研就显示 中国最大的100座城市里 那只有13座城市 会受到禁足令等防疫措施的影响 而以采取防疫措施的城市和地区 在中国国民经济总值中的占比高达54% 那其中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首推上海 该市及其周边地区 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 那而在大众等汽车企业入驻的吉林省 过去几周以来 很多工厂一直都处在停厂的状态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查马云 蚂蚁可能有人被抓 那蚂蚁集团据报受到中纪委调查 以理清其与国企往来程度 主要涉及早前落马的前杭州市委书记 周江勇受毁案 那消息再度的暴露案件 牵连到阿里巴巴或创办人马云的风险 拖累阿里股价昨日逆势下挫3%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中纪委等机构近日调查蚂蚁集团 有关行动是中纪委全面排查 周江勇涉贪案的一部分 那目前中国检察机关已经起诉周江勇 指他透过职务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那数额特别巨大 但当时未有提及任何关联公司 消息人士就续指 国有银行及国企已经提交 与蚂蚁有关的风险敞口报告 那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那意味之是否仍在调查 蚂蚁及中纪委均没有回应报道 那今年初周江勇召开除党籍及公职时 被指控与资本勾连 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央视专题节目零容忍更描述周江勇的案件 指周江勇利用职权 协助包地周建勇取得一些地铁移动支付项目 那并只有企业以不合理的高价入股周江勇公司 以获取低价土地 优惠政策等协助 那无独有偶 之前官媒中国经济周刊曾发表起底报道 指周江勇创立的科技公司 优城联合曾获得蚂蚁入股 另外优城联合亦与蚂蚁及国企 杭州地铁集团 成立了一家地铁数码化公司 航铁优城 报道就质疑周江勇身为初创者 能跟蚂蚁及杭州地铁合作 大概不是一般的创业者敢想象的 那早在周江勇去年落马受查时 亦有传蚂蚁2020年在招股前 或周江勇家族动用了5亿人民币 抢先购买股份 并在蚂蚁上市失败后 或退款5.2亿人民币 蚂蚁当时做出严正声明 指招股过程公开透明 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 那受消息拖累 阿里股价昨日逆势下滑 居多4.7% 收市仍跌3%95.5元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那华盛证据分析师聂正邦就表示 如果蚂蚁果真参与贪污行为 估计会有相关人员被捕 但公司未必会有巨额罚款 又指市场始终聚焦蚂蚁金融科技的整顿上 而这一方面涉及中国金融体系 相信中央亦会谨慎处理 他指出阿里巴巴股价应是借消息下滑 短期受多个负面因素影响 或会下探85元水平 但目前估值已经十分低 再破前底的约70亿元的机会不大 大选游望缓和澳中紧张 那澳洲资深就报道 澳大利亚和中国如今的外交关系 相比莫里森总理上任初期更糟糕了 这不是个人观点 而是一个事实陈述 莫里森当初赢得了2019年大选仅一个月后 就在日本举行的G20峰会上 会见了习近平 同年11月 在泰国参加东亚峰会期间 他还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 那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 在2019年8月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两人在一个月后再次会面 那这些高层政治对话 并不是以正式的双边访问的形式进行的 当时两国政治关系正值紧张之际 在此之前 坎培拉曾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表达了强硬的立场 尽此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 参与澳大利亚的5G项目 此外 澳洲还实施了其他一系列的措施 那在2020年4月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失衡 刚刚结束美国知识的时任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匹德·达顿 发表了一些言论 那该言论让中国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测 那就是澳大利亚正连同美国一起 以新冠疫情为由攻击中国 那紧接着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和莫里生 又发表了一些意见 强化了中国此前的看法 那2020年底华尔街日报报道就称 远在欧洲的澳大利亚外交官 一直把一些小国家的中国批评者们 与其他地方的同伴们联系起来 并补充说这些努力支持了美国类似的举动 那北京对此的回应是暂停与莫里生政府的对话 并开始了一系列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的经济蟹破活动 这让堪培拉的华英派们更加坚定的反对北京 也导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公众舆论急剧向负面转变 此后澳中两国关系在2020年后来的显著特点是 中国政府发表了越来越激烈的言论 两国也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和反行动 两国政府分别持有的是非分明的冲突立场 然而正如澳中关系研究所新的定性调查中所显示的那样 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对华政策没有实际上的区别 联盟党和工党之间的区别仅限于如何可能更好地执行这些政策 那反对党已经表示 他们将更加注重澳洲在外交上的语气和行为 那比如说确保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能在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中国现在整体的作风与十年前大不相同 这意味着五月份大选之后 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将会在处理两国关系上面临着诸多挑战 以确保澳中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 工党宁议的方案倾向于缓和澳中两国关系 该方案也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方式更加一致 尽管这些国家自己也面临着和中国的挑战 有时甚至更为严峻 但他们仍能向中国领导人主张自己的利益 并从自由流通的贸易往来中受益 换个焦点 黄寻才有望成为新加坡总理 那新加坡下任总理人选终于明朗化 总理李显龙昨日宣布 财政部长黄寻才或内阁成员支持 将成为第四代团队领导人 他未来渴望接李显龙的棒 成为总理 那李显龙就说 第四代领导团队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密切合作 有机会更加了解彼此的长处 现年49岁的黄寻才 自2011年起担任国会议员 承认国家发展部长 教育部长等职位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后 政府成立跨部会抗疫工作小组 黄寻才担任工作小组联合领导人之一 多次亲身上阵 说明防疫政策 黄寻才昨日在脸书发文说 第四代领导团队成员 肩并肩共同对抗疫情 那李显龙表示将 择日公布内阁调整的相关任命 并形容世代交接对新加坡至关重要 将确保制度的领导延续性与稳定 他指领导权不能简单继承 而是需要美代领袖 强力领导以保持活力 指黄寻才和其年轻团队 需以工作表现回应对他们的支持和信任 那在新加坡 财政部长向来被视为 接任未来总理的热门人选 因此有分析称 黄寻才很大机会在2025年大选后出任总理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 俄乌战火的最大受益者 俄乌战火引发了 关于其短期和长期影响的许多问题 谁将损失最多 谁将受益最多 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那土耳其报纸新曙光报 刊登了一篇谈及美国 它的国际地位 及其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的报道中证明 美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作者兼政治学家苏莱曼·塞菲·奥龚解释说 当把美国和英国视为两股生产力 使西方不断衰落 失去优势和历史遗址 有利于亚洲 处于无法再前进的阶段时 我们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将整个世界 拖入战争的气氛中 然而直到现在 西方似乎仍有一些领域 保持了其霸权地位 那作者就指出 美元尽管遭遇挫折 仍保持其作为世界 储备货币单位的特征 同样美军仍然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因为它的实力 超过了几个竞争对手的总和 作者表示 总而言之 在塑造世界舆论方面 西方没有竞争对手 那作者就强调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通过成为最大的消费国 而实现了其全球伟大 同时美国是以消费为终点的 理想幸福标准的制定者 并且由于其地位 美国已经转变为一种 让其他民族欣喜若狂的 看待的生活方式 那将欧洲纳入其中 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应对苏联威胁 通过这种方式 美国数十年来 有效地攫取了人力资源 以及剩余的全球剩余 那作者就补充说 1950年至1970年期间 有一个巨大的生产力支持美国 成为一个消费者福利国家 但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力 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虽然当时美元已经贬值 但它与黄金挂钩 而且由于黄金支付 商店正在减少 当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次崛起时 美国在1970年代初期 放弃了以黄金本位 为基础的本位制 那根据作者的说法称 在90年代之后 发生了没有考虑到的两件事情 首先是美国预计其将胜利 苏联解体 美国将掠夺苏联 美国认为其可以无限期地 继续这种掠夺 但是随着21世纪 第一个十年的开始 普京让俄罗斯的思想 及其机构做好了准备 因此美国失去了东欧 那然而 美国设法恢复了 它在亚洲的先前影响力 那另一方面 作者就说最重要的是 普京开始了一个进程 这将使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减弱 那病死欧洲 这个旧大陆在能源领域 依赖俄罗斯 那作者就指出 美国没有指望的第二件事情 是印度和中国 都实现了经济崛起 从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工业到资本 以及充满技术的工业的终结 这两个大国正在流失和削弱西方 但美元帝国支持美国的唯一问题 但在2008年危机之后 加密货币市场 以及黄金支付行为的逐渐出现 让这个帝国陷入了困境 那作者就认为 当前的俄罗斯战争将结束美元霸权 美国现在对俄罗斯外汇储备实施的禁运 只会加速这一进程 而且由于西方的非理性决定 它将俄罗斯推向亚洲 并使其与中国和印度相遇 那作者就认为 欧洲人的立场将是非常决定性的 如果他们的真正利益占主导地位 就会采取损害美国和英国的举措 这意味着欧洲将远离大西洋 重新加入欧亚大陆 否则这就意味着将欧洲迅速变成法西斯主义 然后我们会说 欢迎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 破裂将从巴尔干开始 包括东欧 深入到大陆内部 而这个旧大陆存在着这一切 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那作者继续说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印度 他认为通过议会程序 推翻巴基斯坦的伊姆兰汉 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第一阶段 因此从现在开始 有必要密切关注印度将发生的事情 这位政治学家总结称 英美联盟依然存在 新保守主义者正在全职工作 乌克兰好像还不够 他们在格鲁吉亚又亮出了另一张牌 并在中国台湾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他并表达了其担忧 既他们被蒙蔽了双眼 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从单级世界过渡到多级世界 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